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仪宁的六岁小姑娘便开启了她的乒乓球生涯 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转到了世界平坦之点 九岁的时候张仪宁第一次参加局里的一个比赛 决赛的对手是平常经常打球的小伙伴 之前小伙伴从没有赢过她 但是这次比赛对手就像开了挂 前两局打个平手 第三局张仪宁一度落后对手两分 眼看冠军就要被拿走了 张仪宁这时候居然委屈的哭了 把小伙伴也哭吞了 最后张仪宁反超比分 哭着鼻子夺得了升平第一个冠军 1991年张仪宁进入了省队 1993年进入国家队 右手横握球拍 两面板交 虎圈结合快攻打法 基本攻扎实 技术全面 方首尤为出众 犹如铜墙铁地 1997年的八运会 张仪宁因为战胜杨颖而一战成名 从此引起国家队的重视 从1998年开始 17岁的张仪宁逐渐量相遇国际赛场 当年她就拿到马来西亚公开赛 女单和女双冠军 同时首次参加亚运会这种综合性国际比赛 并获得女团冠军 从2000年获得第45届是拼赛女团冠军 拿到了个人首个世界冠军 一直到2009年第50届 恒定是拼赛女大风后 张仪宁在这10年间 共夺的19个世界冠军 超过了另一位平堂女皇 邓亚平的18个世界冠军 仅次于前一届往南的24个世界冠军数量 因为一个又一个冠军的宝座被她收获 从此又多了一个大魔王的称号 张仪宁是世界拼盘迄今为止 唯一一位双满冠军运 2004年 2008年 张仪宁成功为年奥运女单冠军 大魔王张仪宁还在2005年和2009年 收获了两次世界赛冠军 2001年 2002年 2004年 2005年 张仪宁次次读的世界杯冠军 就连刘国梁 孔令辉 王尔德内尔 邓亚平和王楠都只有一个大满贯 17年国家队经历 12年代表国家争战 有人说张仪宁是因为到了独孤求败的境界 再也找不到对手 再也感受不到激情 因此无奈费力的 有很多人都相信张仪宁巅峰个人的说法 觉得如果她坚持打球 责任城将会继续累积 达到令全世界震撼的境界 都害怕 有很多人都相信 我们是什么 才能仔 理想 对手